在俄罗斯21日宣布局部动员令后 从俄罗斯飞往亚美尼亚的机票价格飙升 俄罗斯公民很快决定离开莫斯科 大批民众离境 今晚不需签证入境的土耳其欧盟成员国家 根据外媒商业内幕报道 俄罗斯政府准备在28日实施新的边界禁令 符合动员争招年龄的男性一律禁止出境 俄罗斯总统普丁21日宣布下令 动员30万名预备役并威胁动用核武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25日表示 如果俄罗斯针对乌克兰动用核子武器 美国会做出果断回应 苏利文并没有进一步描述 美国计划因应的种类形式 但透露美国已经在台面下 向莫斯科当局更详细说明了 那代表什么意思 新唐亚太电视 国际新闻组张俊敏编译